真沒看出來 這麼了解女人 女人 就像一本書 哪有那麼容易讀懂 我只是對一個人吃飯的感覺 感同身受而已 許莫辰 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在公司 對我的設計有意見 私下又找我彈心 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啊 想了解我嗎 想 但我不想說 走吧 時間不早了 我們回去吧 不用 我自己回去 來這一鋪幹嘛啊 你不是說你沒剽竊設計嗎 那就打開門讓我檢查 挺微笑啊 你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過分嗎 比起一個剽竊者 一點都不過分 你別左一句剽竊 右一句剽竊的 我清楚地告訴你我 我沒有剽竊迪愛任何設計 那聶絲奇的衣服哪來的 我哪知道 那只是一個意外 意外 如果是意外的話 那為什麼迪愛的設計 會接二連三地外流 我第一天上班我哪知道啊 再說了我上班 你把我手機沒收了 給我裝定位 我怎麼剽竊啊 為了證明我的親愛好 我讓你找 這個不能看 為什麼不能看 我懷疑迪愛的設計稿 都在這裡面 這裡面沒有迪愛的設計 那這裡面是什麼 是迪愛的設計稿吧 只有這一張是迪愛的設計 其他沒有了 你當我是白癡嗎 如果只有這一張是 你為什麼不能讓我看 這是我祖輩留下來的畫策 我為什麼要給你看 我看你是心虛了吧 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剽竊迪愛的設計 這張也是思琦給我的 我真的沒有 不信你問思琦 走吧 帶你回去 做你的小模特 多掉價啊 我是看在你今天 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份上 給你省省車馬費 你不說還好 一說我就來氣 幫他看了一天電了 吃飯的時候說跑單就跑單 這筆帳 我非跟這個沒良心的 算清楚不可 這筆帳 喂 顏夏 啊 好好 走 不是想坐我車掉價嗎 你哪那麼多廢話 走啊 走走去哪兒就走 這是一鋪 我向天發誓 我真的沒有剽竊設計 那張設計圖 是粉絲發給我 我覺得央視特別 才拿給顏夏 讓他幫我製作的 你的粉絲 嗯 他是網紅你不知道啊 讓你多嘴 什麼叫多嘴 他污衊言下剽竊 我就看不過去 我就懟你怎麼了 你能找到那個粉絲嗎 也許可以 我試試看